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跟我的MacBook Pro 然后拆开清一下灰 其实这个电脑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打不开了 现在有七年七八年了吧 中间我自己一直没有拆开过 然后只是到最近 其实之前好几个月就出了问题 但是还能用 一直到最近好几次开会 它又直接卡掉了 所以必须要打开清一下灰了 那我今天用到的工具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MacBook Pro 这个本 然后呢就是这个工具盒 然后这个是我专门从Amazon上买的 里面的东西呢还比较齐备 这盒有一个这样的工具盒 然后这边有好多不同型号的螺丝头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 然后这边有一些镊子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这个目前 今天我们应该用不到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准备了一个这样一个小盒子 这个盒子其实可以用来装药啊 或者说带一点小坚果什么的 我今天就把它用来装这个 卸下来的螺丝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买的一个柜子 嗯质量应该还行吧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准备了这个 因为涂那个柜子是需要一个小的工具 但是它我买的时候它也没有没有够了 然后后来我问了 他们说你随便用了什么东西 只要能把它涂云衣就行了 有的甚至说用手就可以涂 啊我又找了一个这个不用的小叉子 然后等下试一下看怎么样 还有这样一个刷子 刷子我就想它里边如果有灰的话 可以去扫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布 这是这是我的一块眼镜布 然后就是等下可以扫一下 等下可以擦一下这个 啊以防万一我还准备了一些湿纸机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哈 先把东西先摆了 嗯然后呢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本 它还是比较娇贵的 然后就是为了防止你手上有汗啊 或者有油啊什么东西 然后导致短路什么的 我准备了一双手套 然后最好是戴上手套来操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这个本了 这里边的东西我也没有来得及备份 但是主要的内容早都已经备份过了 这是最近产生的一些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 OK我们来找这个相对应的螺丝 我们看一下这个MacBook 它的螺丝是怎么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个梅花头的 应该看清楚吧 OK 然后我们来找这个头 先把这个饼的找出来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很软的 那就不用这 这几个可以分成 分开就可以卡在一起卡卡起来 然后这块可以装那个头吧 然后我来找一下看这个 哪个是适合的型号 1.2的说是1.2的 那1.2应该是这个 看一下 比一下 刚好好那就是它了 然后这个这个头卡进去卡在这里头 然后就可以了 好现在万事具备 我们就开始准备来拆这个电脑 这个这个真的还蛮小的 然后把它放好 这个头上应该是有一点磁性 然后它稍微转一下 它并不会掉下来 OK 然后这个就整个板子 整个所有的这个 12345678 10个螺丝就全拆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 就一定要检查把它都拆掉 10个螺丝 12345678 910 11个怎么会 12345678 910 对10个螺丝 好然后从后边这 然后把它掰开 可以看哈 这是非常的脏 真是异常的脏 这个盖子 我用我用湿纸巾把它擦一下 放过去 好 好 好,这个擦完之后先放旁边让它干一干 因为这上面会有一定的酒精还有这个液体 必须要晾干之后才能扣得上 好了,这个就是那个把电脑打开之后 然后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然后据说,据网上说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电池的接口 然后看一下这个有多脏 全都是这种细灰 就感觉跟吸尘器里边吸出来的那个脏灰一样 只有一些小细毛毛之类的东西 然后第一步呢,就是应该把这个电源断开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 对,断开之前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警告 就是说,它说是说只能拿到苹果的专卖店里边去修 然后自己千万不要打开 但是,我还是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再来双手认真地把它打开吧 然后再说一下 这是两侧的两个风扇 等一下是要拆开 然后来清理的 然后CPU的话应该是在这块底下的下边 然后需要把这几个螺丝拆开之后 然后才能够打开 好,然后我现在先把它 先把这个电源给断开 省得它短路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电源给断开 然后就这样掰一下 然后把它掰起来 然后可以看到这块是电源里边的一些个接口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外部的大灰给清理一下 就,我就拿这个刷子把它刷一下吧 可以看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脏啊 好,这个现在的样子是我大致拿那个刷子 把这个灰刷过了两遍之后 就是你不能看细节 就看细节还是挺脏的 还是有一些挺脏的部分 但是这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 然后我现在主要是想细致的来看一下这个电源的连线 然后看这个就是它电源的接口这个地方 这块应该是有一个多少PIN 眼看有个十几个PIN的一个电源的接口 然后这个要断开是为了防止它那个连线 好,接下来就是要拆掉这一个部分 就是CPU,然后就是硅脂它所在的那个部位 换了一个型号的螺丝刀了,我们要再找一下 好,应该是这个螺丝头 这个是一个六头的,然后是五号的 然后这个拆说是不能够一下子全把它拆掉 就是要四个,然后对角线的这样把它松一点 然后再卸下一个再松一点一点一点来 那现在这个应该理论上是可以把 理论上可以拿掉了 怎么拿不掉呢 最后应该还有两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两头固定这个翅膀的地方 应该还有两个螺丝钉 都是用这个型号的把它卸掉 就是卸不掉的时候,把它硬拽观察一下 然后就会发现玄机 这边有没有吗 两边还不太一样 这头已经可以拿掉了,这头 上面还带了一个小皮帽 这边为什么没有带小皮帽 难道给它卸没了 但是还是这样同样一个螺丝 这个上面是圆的,它还带了一个小帽子 但这边摘掉我就没有看到它带那个帽子 好,打开了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硅脂都已经干的透透的了 就是已经彻底干了 并且上面也挺脏的,要把它清理一下 这上面这些老的硅脚应该是把它,硅脂应该把它弄掉的 我先把它弄掉吧 这个弄掉也比较容易 这个好像沾一点湿的东西,一擦就掉了 好,像这样一擦一擦它就掉了 这个刚才我用镊子把它划了一下 不应该用镊子 就是拿个湿纸巾擦一下它就掉了 然后就是这个CPU上面的这个硅脂 先扫一下吧,这上面也是很脏 好 然后把这个硅脂也擦干净了 就把这个硅脂也刷到大家忘了 拿一点湿纸巾,然后试着把它擦掉 这还蛮好擦掉的 这凤梨会有一些 然后我们再拿干脂巾擦一瓶 好 现在先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要拆这个风扇 这边这个风扇上面没有走线 应该相对比较好拆一点 我们来先拆这个好拆的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螺丝头 这个也是六口的 这边还有个小的 这个小的应该是风扇本身配用的 不用我们拆 那要拆的话就是一个两个 应该就是两个就可以掉了 可以拆掉了 试一下这个头 这个风扇的螺丝 这个风扇的螺丝是黑色的 我们把这两个颜色不一样的放在一起 等下也不会混 好我是就看到这三个啊 三个拆下来 这块是电源线 要把这个电源线 看一下怎么办 好 然后这是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个风扇 这个刚才我已经把右侧的风扇三个螺丝扭下来了 分别是这里 分别是这里一个 然后这里一个 还有这里一个 然后但是呢 它还是拿不下来 那风扇肯定是要连接线路的 连接电线呢 那这里跟这个连接的地方 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这 然后我刚才试着移动了一下 但是拔不出来 那我发现这样往外一抠 然后你看它底下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胶在粘着的 就防止它移动 所以我第一下先把这个胶扣掉 然后完了之后 把这个往外拔一下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四个拼 大概是六个拼的一个接头 然后把它拔出来清理 这个确实是要小心 这个非常的精细 好 这样一拔 然后把它拔掉了 然后我们把它拿开看一下底下 你看 看这个是那个线路接头 然后这个是风扇 先搁一边 然后把这个清理一下 这个底下确实挺脏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接口呢 这个风扇呢 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看哈 这上面有这样一条线 还有这样一条线 然后是从这个风扇上面走过的 然后并且呢 按照对称的原理 然后这边这个接口 这个风扇的电源接口 应该是这个 但是很显然它是被这个东西给盖上了 我现在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先把风扇这块都拆开 然后这个用个小镊子 试图把这个风扇的电源线 在不拆掉这些走线的前提下 然后把风扇拆出去清理一下 如果说这样不能够成功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就只能把这个线 这个线 还有这个东西 然后拆掉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试一下 反正小心一点看吧 好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风扇的螺丝给扭掉 同样的它也是对称的位置 然后有三个螺丝 这三个螺丝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就这边这个大的 可能这个盖子稍微大一点 这块它上面盖了一个线 这个线可能是粘上去的 你看这上面应该是有些胶在这边粘着 应该是可以撕掉的 移动一下吧 然后这块是有接口的 跟这边 你看这个线比你这块是有四个不同的接口 然后这个稍微粗一点的接口在这 然后这上面三根细的线接口在这个上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接触不到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还是可以的 先把它扭下来吧 OK 风扇的螺丝在这里 好嘞 然后呢 这三个螺丝已经接掉了 然后接下来要想把这个风扇取出来 是应该把这个电源拔掉 电源我们记得这上面是在 这个下面是被粘在这个边缘上的 然后才能把它拔掉 然后我现在轻轻的试一下 看能不能再不把它 再不把这个东西弄掉之前 把它拔下来 如果试一下不行的话 我们就换个方案 看来是不行 看来是必须要把这个接掉 我已经用了一些力气 然后想着说直接把它弄掉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不可能的 你看这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胶给戒掉 OK 那第一个方案就是不可行的 我们只能把这些拆掉了 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长得有点像 所以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省得等一下混淆 但是区别是这个螺丝盖 螺丝的盖可能稍微大一点 然后并且这个下面的螺柱稍微短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能不能拿起来 OK 然后这个是可以拿起来了 但是这边应该是有点亮的 但是这边应该是有点亮的 OK这个是稍微能够抬起来一点点了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再抬起来一点点的 我来试一下把这个抬起来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胶扣起来 然后把这个底线拿掉 因为我不太想把它拿掉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底下沾的是胶 所以说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就稍微大胆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底下沾的是胶 就稍微大胆一点 OK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掰动了 所以我再试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电源拔出来了 OK我再没有 你看你看这个这个就非常要小心啊 我还想把这个 把这个这块有点稍微折了一下 但这个地方是柔软的 想必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把它捏过来 OK 然后试着把这个风扇从这里把它薅出来了 这上面应该还是粘着呢 把它截掉 OK 你看看这个胶也截掉了 然后这个上面应该也是胶 这个上面应该也是胶 然后把这个把它截掉 这个把它截掉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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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链子把这个胶给取掉了 然后这个风扇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取出来的 我还是要小心一点 它毕竟特别的精细 是可以动了的 但是它还是不愿意掉了 我感觉跟这边也连着 我们把这个线接起来 这个应该还是有点胶的粘着 好,我把这个胶也粘截掉了 OK 然后我在没有把上面这两个线路全都取掉的情况下 把这个风扇取出来了 那它就这块被我稍微折了一下 但是我细看了一下 这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大家等会如果把电脑装上去了 然后它不walk 然后大概也知道大概率 但是风扇这块 就算是一个风扇不动 它应该不太会影响电脑的功能 但是散热肯定会受影响 记着这有可能是一个问题 这上面是我刚才刮那个胶的时候 拿那个镊子给它刮掉了一点 OK,现在我们把它清理一下 这个风扇我觉得应该也要扫一下吧 果然这样一扫掉出来好多长东西 你看这个风扇真的是里边很脏 好的,然后把这个风扇清理干净了 这个是塑料,就是这个还好 好吧,这个风扇清理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风扇也清理一下 这个是右侧的这个风扇 好了,这是左侧的风扇 这是右侧的风扇 这可以看到的话 这上面真的是非常的脏 这个风扇里边也稍微擦一下 好,这个现在是我已经准备了 清理过的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脏 最好是能有一个那个吸耳球 然后可以拿那个吹一下气 但是我今天家里边也没有 然后这个大概是已经扫过清理过的 然后不该碰的地方我也没有碰啊 然后我也确保我用湿巾擦过的地方 都已经变干了 然后这样下一步就开始把两个风扇装进去 然后就开始涂硅脂了 然后下一步是装风扇 那我们先来装这个右侧的这个风扇吧 然后这个右侧的风扇比较麻烦 比较复杂 然后就先装它 要把它从这个缝里边塞进去 然后注意是不要再伤及这个电源了 电源像刚才被我折了一下 我们需要借助这个镍子的方向吗 这个是被我就是半开的 所以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这个从它下面走 OK 这个已经倒背着 各个螺丝口已经对整了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电源线给装上 想不到挺顺利的 一下就进去了 这儿有一个螺丝 我们刚才是把它放在这里头了 黑头的一个把它挑出来先装上 一个大的黑头 短的螺纹应该是这个 OK 真是好脏 你看 这个装紧了 然后装这个风扇的螺丝 风扇的螺丝在这里头 这三个好像也是不太一样 有一个稍微大头一点的 然后有两个是小头一点的 这个大头应该是等一下的 OK 应该是这三个螺丝 这上面真的很脏 手套都给弄这么脏 OK 这个应该是这个大的这上面 就是都先不要上死 先上一点 然后上下一个 你就保持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防止把它某一侧给拧坏了 OK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它们全烧死 三个全烧死 插不到就行了 也不要使太大气 OK 然后就把这个电源线 这是个电源线 然后把它再塞回去 固定一下 好 这块这几个头 我们刚才都没有把它摘掉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动的 展示一下 没有什么变化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右侧的这个 这个箱子要好弄一点 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 先把电源线给装上 就是轻轻的把它塞进去 你会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就是进去 然后现在把这个螺丝固定上 还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大的 两个小的 然后还有一个大源头的是 另外那个带螺柱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大的 大的对应这边这个 先不要扭挤 然后是两个小的 好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这两个风扇已经装好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涂这个柜子了 先把它擦一下 好 然后 然后拿出来我们的柜柜 就这个 它作用主要就是散热 导热散热的 打开就这个样子 打开就这个样子 拖一点上去 我觉得这个量应该足够多了 旁边那个小的我也不知道啥 OK 然后再把它盖上 然后再把它拿起来 据说是可以用手指头 我今天就不用手指头了 我今天就不用手指头了 我这不是有一个叉子吗 就用叉子这头吧 就用叉子这头吧 我拿出来 拿出来 嗯 好了 然后把它盖上 方向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左边的向上,右边的向下 它应该里头有个吸铁石 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吸铁石的力量 好,这就对上了 它这个是有一个像弹簧片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压一下它会往下一点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螺丝 它尤其是要 对角线,然后一点一点拧紧的 不要一次性都把它拧紧 容易压坏这个CPU 这个就是这里边的这几个螺丝 这个刚才说过是戴这个螺丝帽的 它是在这边的 我们先拧中间的这四个 先把这个不用的放回去 OK,中间的这四个 先扭上一点点 让它吃上力,就是卡上 然后再去把 剩下的几个都扭上 然后再一点点伤紧 按照对角线的方向拧 这样让它受力会更加的均匀 OK,这样就可以把它在对角线拧得紧一点 然后我们把两端的这两个扭上 两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这个小的 是左侧的 然后这个大的 这个螺帽这个筷子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螺丝的螺柱 还有是形状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有点偏 这最后就有螺丝 它其实我刚才不应该把这边直接扭紧呢 应该是六个螺丝同时就是 同时拧 然后每个都拧上 然后一点一点的 让它去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但我中间四个没有彻底的扭紧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一点缓冲的余地 所以说可以把它扭紧的 然后等把这个扭 扭完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几个再稍微紧一紧 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特别的紧 因为这样我害怕把那个CPU给压坏了 就你用两个手指头扭一下 然后差不多倒劲了 然后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个小帽子是最后这上面的这个 然后只有一边有 只有只有右边有 左边大概是因为这块是一个 有一个多了一个电源的接口 所以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够 没有这个东西 好到此为止 然后那这个就应该是 弄完了 硅脂应该化完了 来我们最后再检查一下 看还有什么问题 好在这个硅脂已经涂完了之后 风扇什么都已经装好 最后在盖盖子之前呢 我们最后再检查一下 然后最后也在清理一下 我们一共打开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风扇 还有硅脂这个盖子 这硅脂这个盖子 六根螺丝都已经拧好了 但是我们发现哈 我这个硅脂涂的好像有点多 这个冒出来了一点点 这个就把他擦掉了 这个就提醒大家在 图硅脂的时候 不要 贪多 这个有点难看哈 但是应该不影响到的功能 这个硅脂这东西它就是一个 散热传导热的一个 戒指 好 然后呢 然后剩下我们拆开的线路一共就只有两处 就是这个地方 两个风扇的两个插线 我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他走线 这个线 它是通往那个显示屏的 我并没有把它拆开 所以我这个线头还一直在上面连接着 然后这个排线我也没有把它拆开 然后它也是很好的连接着 然后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了吧 对 然后这个是 OK 这个在中国组装的 这个不是很意外 然后在盖盖子之前 我们要记得把这个 电源的孔给按上 会有一点小的声音 应该不是什么大碍 然后我们把盖子装上 就应该能够大功告成了 好的 然后这个在盖盖子之前 再给它稍微擦一下吧 好了 这个再检查一遍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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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我们来盖盖子 好 这个螺丝头就不是这个螺丝头了 我们要把它换过来 是那个1.2的 1.2五角形的 这个是六角形的 一边 还按照对角线原理来上吧 好了,那到现在为止这个包已经组装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它能不能开机 当然之前它也是不能开机的 之前可能是因为我把垫子耗完了 说明之前确实是我把垫子耗完了 然后现在直接插上,然后它就有开机的响声了 之前的时候只要单凡一开机很快 这个电脑就发热发的不行 好,开机成功了 然后之前的时候是这个电脑要跑 开机差不多几分钟 然后这边摸起来就特别的烫手 然后我现在会来跑一个分 然后我看一下能跑多少分 然后之前的时候我电脑重装之后 跑分大概跑了1000多分吧 然后现在我试一下能跑多高 我现在呢就用新奔驰来跑一下分 看能跑多少分 这个跑完了哈 最后跑完还是1359分 这分好像没啥太大的变化 但是感觉这个摸起来 这下面这个机子这块机身没有那么热了 希望我会观察一段时间 看这个电脑有没有所改善 但是我相信经过这次清灰啊 然后还要换硅脂啊 电脑至少用起来没有那么提音要胆了吧 好,视频到此为止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